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条立法是整个香港特区的限制责任 这项重要的任务已经担误了超过26年 政府和立法会是必须攜手尽一切努力尽早完成立法 政府法案 首读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案照早刊献之后 立法会随即在特别大会启动首读和二读程序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动议二读时说 国安风险无日无之 特区政府必须堵塞国家安全的缺口 完成立法工作 而研究23条立法的小组委员会 也转做法案委员会 紧接在下午连开两次会议 逐项审议重案条文 并且预告将会密集式开会 今次是罕有地一日内行了几个立法程序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说 没有审议时限 目标是早一日得一日 草案涵盖多项罪行 部分罪行最高判囚终身 如果涉及勾结境外势力 攀佛会较高 五线看下煽动意图 国家秘密等罪的内容 整个草案条文有200多页 涵盖五个罪类 多项罪行 也列明境外势力的定义 除了外国政府 境外政党 也包括其他追求政治目的组织 国际组织 以及他们的关联个人或实体 外界比较关注 煽动意图 国家秘密等罪 其中煽动意图罪 草案就定明罪行元素 是包括煽动挑起 对中央、政府、中国公民、居民间的争行等等 除非他的意图是指出问题 提出意见 最高可以判囚7年 如果涉及勾结外国势力 增加到判囚10年 远高过现在判囚最多3年的刑罚 不过如果涉及煽或扰乱公共秩序 或者暴力 条例列明 只是需要证明有煽动的意图 不需要再特定证明 有煽或扰乱公共秩序 或者暴力的意图 那我在这个条例草案里面 中央一辞的含义 就会要看回内容 和国家宪法去一定理解 至于国家秘密罪 涵盖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秘密等等 非法管有、获取以及披露 这些秘密 最高可以判囚3至10年 如果涉及明知的话 最高的刑罚会够重 不过就有不同的豁免条款 包括是被告吴知情 或者已经将秘密交给警方 或者按警方指示去处理 并且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 草外都列明 整体可以披露的指明范围 包括是要揭露 严重影响特区政府依法执行精能 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秩序和健康的事 不过都要考虑当事人是否 还有没有采取替代可行的方案等等 条例草案也都新引入境外干预罪 如果任何人参与境外势力策划的活动 又或者受到它控制、指使、资助又或者合作 并且要用不当的手段 例如明知而对任何人作出关键失实的陈述等等 意图干预或者影响国家、港府、立法会 或者法院执行职能 影响选举等等的事务 迹熟犯罪 最高可以判囚14年 如果控方做一步能够证明 被告事前曾经就相关的行为 与境外势力沟通 或者理应知道它的行为 是会令到境外势力达成目的或者有得益 就可以被推定为等同代的境外势力作出行为 当局强调敢做是有助控方举证 不过没有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 因为控方仍然要毫无合理疑点来举证 无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重案中 叛国叛乱或者勾结境外势力 损坏削弱公共基础设施 最高都可判囚终身 至于参与及管理被禁制的组织 罚则亦都加重置最高10至14年 基本法23条涵盖的五类罪行 叛国叛乱是刑罚最重的其中两类 可以判囚终身 其中叛国罪的定义 除了包括任何属于中国公民的特区居民 在国内外加入和国家交战的外来武装 意图危害中国主权等 而威胁或使用武力都属于犯罪 条例又列明任何中国公民 如果知道有人将干犯叛国罪 除非是公众已知 否则需要在合理 切实可行之下尽快向警方披露 否则最高判囚14年 法律专业保密权就不受此限 草案亦都禁止非法操练 最高可以判囚7年 涉境外势力就加到10年 但是有6个月的过渡期 另外如果勾结外国势力 损坏、削弱国家或港府公共基础设施 亦都可以判囚终身 如果未有勾结 就最高判囚20年 上关设施包括政府办公场所 港铁、机场等公共交通工具 提供水、电力的公共设施 罪行亦都涵盖网络 电脑或者电子系统 任何人令这些设施遭到滥用 或者无办法发挥功能 即属于犯罪 现时政府可以按照风险 刊献禁止部分组织运作 草案亦都加勒 建议涵盖涉及国安元素 与香港有关联的境外组织 列明如果任何人管理被禁的组织 可以被判监14年 和罚款100万 如果参与相关集会 或者给予援助 亦都可以判囚10年 和罚款25万 煽惑他人加入组织 或者被地方拒织集会 亦都同样违法 母线的记者 刘俊玉部 草案又列明 警方可以延长被捕人机留期 至最长14天 亦都可以限制咨询个别律师 包括被调查和被捕人士 而针对潜逃者 亦都有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现在警方最多可以拘留疑犯48个小时 草案列明如果接触国安罪行 有合理理由 例如是警方证就罪行调查 或者需要保存相关证据 可以向裁判官分两次 申请延长机留期限 去到最多14天 有列明被调查的人和被捕人机留期间 不得咨询个别律师 被捕之后48个小时之内 亦都可以禁止他咨询任何律师 审讯方面 草案定明所有国安罪行都由指定法官审理 保释条件和港区国安法一样 又建议省面初级征讯程序 即裁判官考虑控方是否有足够证据 将控罪交给原重庭审理 说不符国安案件及时办理的要求 又说多年之前已经不是硬性规定 而被告每8天可以向法庭福检保释申请 草案亦都列明不适用于国安案件 政府强调被告仍然可以直接向原重庭申请 情治方面 政府同时修订监狱规则 所有涉及国安罪行的囚犯 不可以获得减刑 除非懲教署处长信纳 不会不利于国安 相关做法亦都适用现时正服刑的人 至于针对干犯国安罪行 潜逃超过6个月的人 草案亦都列出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包括撤销去的特区护照 暂时吊销去的执业资格 董事资格等等 又规定任何人 不可以向潜逃的人提供或者处理资金 遭用对方的物业 合伙投资等等 为这最高可以判囚7年 另外为了保障国安人员 或者举报人 证人和他们的家人等等 任何人如果将他们起底 或者意图妨碍 或者阻下他们执行职能 或者协助举证 作出具威吓 欲骂性延持和行为 令他们感到惊恐困扰 最高可以判囚7或者10年 无线迹记者刘俊玉报道 立法会主席梁君健说 全体议员将会全力以赴 审讯审议法案条文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就说 条例草案宽紧适宜 多个新兼人大或者政协的立法会议员 在两会期间由北京赶回来香港 处理基本法23条立法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 昨天收到行政长官的来函之后 应同他的建议 尽快召开会议启动立法工作 我们第七届立法会是感到光明的 也是责任重大 全体议员一定是上下一心 全力以赴 审讯审议法案条文 即使是在远道北京回来的两会的代表 他们也是非常乐意 我觉得今次的立法工作 其实是合乎社会和合乎议员 大家之间的预期 条例草案的委员会主席廖长官 预告星期六和星期日 加开合共大约16个小时的会议 会物集式开会 全速并审议地审议法案 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说 条例草案较西方同类的法例 宽紧适宜 全国人大前常委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忠就相信 草案通过之后 香港能够得到国安保障 和中央更大的支持和信任 新华社署名港澳平文章形容 条例草案的法律条文十分清晰 对警权行使清晰定名条件和限制 有效释除公众对于行使正当权利自由 会不会误度法网 言论和新闻自由 会不会受到限制等的疑虑 无线电视机者 彭荣熙报导 有时一会儿 回来报导 聂高尔夫赛事在粉岭高球场展开 不少内地和海外球迷 专程来到香港观赛 拜登发表任内最后一份国情之文 重新不想与中国冲突 创作力量和幻想 每隔壁一跳 创作IQ博士和龙珠的日本漫画家 鸟山明细细 中年68岁 回来新闻时间 聂高尔夫职业巡回赛香港站赛事 一年三天在粉岭高球场举行 吸引不少内地和海外球迷 专程来到香港观赛顺便旅游 活动的吸引力 看看球场里面逼满的人群 就可见一班 球赛虽然中午才开始 不少球迷已经提前几个小时入场 近距离看牛像联播 这对港人父子专程由英国回香港 四日行程包括酒店机票 花了大约两三万元 我是打高符的 我在英国打高符第一次看 然后看看打什么出来 比较我和他 然后学习那些专程 很难得 和以往看的歌比赛有什么不同 不同太近距离接触 打现在打直门标架 你去到处都看不到这样的场景 会不会去周边地方玩 会去妙街 特色点去妙街 亦都有球迷由深圳过来 顺便旅游即日来回 我们来看John Brown Dissamble 这些球星 然后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都是比较喜欢香港的一些美食 应该会去过行一下 这次赛事的设计 是鼓励观众可以边走边看 所以在球场里面 有不少的位置都设置了这些遮阴帐篷 被观众走到累的时候 可以休息一休 活动获政府之助 主办方早前预料 吸引29个国家或地区 每日过万人次入场 行政府借用的救球场位置 就改建成停车场 球场旁也设有嘉年华 有小食摊档和游戏摊位 赛事票价由360元至7200元不等 1600元以上的票都包含小食和饮品 大会亦都播放音乐 推高气氛 现场气氛特别嗨 然后有音乐 有啤酒 有烤肉 我特别期待 跟我的朋友一起过来的 对 他们比较专业 我就主要享受这个氛围 然后学习他们怎么打球 Liv Goethe 职业巡回赛香港站赛事 一连三日举行 54个来自各地的球手参与 包括世界排名第三 西班牙的拉姆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说香港在品牌设计等方面 有优势 可以助力国家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支持港澳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 积极参与于港澳大湾区建设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在北京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定位和方向很清楚 香港要发挥在优国两制江南浙江高度自治 同时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城市 这些优势配合国家发展 不是一定说要问中央拿大礼包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面 我们可以自强不惜 梁振英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24年十大工作任务 首先提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香港都可以参与其中 第一个任务有打造更多 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 没有提到香港两个字 但是香港在品牌的设计 平面设计 国际贸易品质和安全方面的鉴定 香港完全可以助力 我们国家加快发展新质的生产力 报告又提到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升外籍人员来华工作 学习旅游便利度 梁振英建议 向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外籍人士发通行证 不用额外签证 护照概章 就可以进出大湾区内地城市的GBA卡 配合政府抢人财 和抢外国企业投资的政策 梁振英又指出 香港应该争取发展高端旅游 同样内地旅客更加了解香港社会 梁振英认为 要同时向中央 内地地方政府和民众 介绍香港助力经济发展的强项 做到攜手相赢 无线电视著北京记者 周永恩报道 转体下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国情之文 提到布克兰和加沙战士 又说不想和中国冲突 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国会联席会议 发表任内第三份 也是最后一份国情之文 国情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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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透过不同的政策 希望能够凸显出自己和对手的差别 拜登开场的时候 先提到美国人最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 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法案 在加沙战士方面 拜登说正是不断努力 尋求以巴立即停火至小陆的星期 又宣布将在加沙兴建港口设施 以便巡海路运送救援物资 去到当地 拜登又提到中国 说要对抗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确保美国最尖端的技术 不会用在中国的武器 拜登说若果他在11月大选成功连任 将重新推动捍卫脱胎权 在经济方面 拜登再次向富裕人士落手 提到是时候上调企业税 拜登最终用了大约一个小时 宣读整份国情之文 结尾的时候主动提到自己的高龄问题 I know it may not look like it but I've been around a while When you get to be my age certain things become clearer than ever I know the American story 拜登说正是因为他的阅历心 才更加明白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 并暗中讽刺特朗普 专搞仇恨和报复等的行为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日本著名漫画家廖三明病逝 中年68岁 他的作品包括龙珠IQ博士等等 相信这首歌是大家的童年回忆 由日本漫画家廖三明在1980年代 创作的IQ博士 为读者带来无数欢乐 到了1984年 IQ博士结束漫画连载之后 廖三明再次发挥搞笑本职 创作有冒险和格斗元素的龙珠 故事初期设定 那述有美白的少年孙悟空 和朋友找七粒龙珠 期望召唤神龙实现愿望 后来故事的风格有变 知道自己是撒瓦人的吴空 多次为保护地球和朋友而战 部分招式 例如贵波器工 更加影响其他漫画和电子游戏 整套龙珠全球总销量 突破2亿6千万册 虽然漫画组在1995年结束连载 但目前仍然有动画和游戏制作 加上数字不寸的周边产品 热潮至今还未难却 廖三明1955年在明古屋出世 据报他年幼时家境比较穷 对画画非常感到兴趣 他最初在广告公司工作 之后投稿给出版商 1978年 廖三明以短篇漫画《Wonder Island》出道 除了着重搞笑风格 他也擅长设计坦克 飞机和机械人 廖三明也为电子游戏设计角色 包括被称为日本国民级 角色扮演游戏的用者邓岳龙 前年有日本传媒就估计 廖三明一年的收入 包括版税作内 折合近8600万港元 当时在日本漫画家排第二 仅次于《海賊王》作者 美田荣一郎 廖三明工作室发声明 说廖三明上星期五 因为急性硬剥下血肿细势 丧礼已经举行 而追导会等细节有待决定 声明提到廖三明留下不少的作品 感谢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士支持 希望他的作品在未来 继续受到大家的喜爱 母纤电视记者朱晟琳 而本港有动漫迷就对廖三明离世感到可惜 在大家心中留下精彩的场面和对白 气息逐渐消失 廖三明的作品在这一刻 仿佛都在旁述自己的人生 他虽然生于日本 但是吴空这个名字 在香港不少人耳熟能长 1990年代开始起 这间出版社就连载龙珠漫画 直到现在都还有出版 成为一代人甚至多代人的回忆 旺角这个商场 电梯仍然贴满龙珠的情节 手板公仔堆满整个货架 几十年来热潮未减 90年代初是因为那个版权 香港未正式一个受权的人 有些就会自己翻译 有些就原本影印一个版本出来 可能买十元八元一份 因为他那个受影响性 无论漫画家 漫画迷独者都好 其实都是很受他影响 根育人、热血、战斗 和可爱搞笑风格的IQ博士 同样陪伴不少香港人成长 算是一个一般的奇才 真的很可惜 而IQ博士觉得他很有赤子之心 我觉得他是很有赤子之心 而且他因为龙珠是有中国文化的影子 开头就喜欢 基本来说是在漫画店等他出那本 鸟山明的影响力也遍及内地 鸟山先生是著名的漫画家 他的作品在中国也深受欢迎 我注意到不少中国网友 也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 他说期待和相信 日本会有更多游戏之事 积极投身中日文化交流 和两国友好事业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辰报道 再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说 今年将会落实港澳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登记仍在北京报道 会议上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等 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发表工作报告 说过去一年常委会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 加强多个领导的立法 完善国家安全立法 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法治根基 修订反间谍法 丰富反渗透反颠覆 反窃密斗争的法律工具箱 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 推动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报告说2024年会继续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港澳工作方面会继续维护宪法 和基本法确定的 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 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招乐际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上立法质量等 仍然有不足之处 会接受民众监督并加以改进 会议议程也包括 听取最高人民法院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 提到过去一年 当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严厉打击敌对势力 滲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又特别提到 去年5月因从事间谍活动 获判处终身监禁的78岁美国籍香港男子 梁成混音案形成有力震慑 只望2024年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将依法严刑 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罪行 包括电讯网络诈骗、跨境赌博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并结盈在北京报道 交通运输部部长黎小鹏说 今年春运跨区人员流动量创历史新高 大部分工作全有不足 有的时候排队拥堵 服务不周到 等待时间长 信息不及时 恶劣天气还会对群众的出行 造成不利的影响 有些地方的应对能力还需要提升 高速公路服务区有的充电桩还不够充足 等等等等 我们高度重视 正在复盘总结 准备采取措施不断的完善 他又说 下一步将会加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 综合运输体系的改革 并促进降低交通物流成本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内地电信设备商华为 近日公布旗下的5.5G网络 有望在今年之内实现全球规模相容 内地正是研发下一代6G网络技术 预计2030年投入市场 内地电信设备商华为 近日公布已经和内地、亚太、欧洲等地的营运商 展开5.5G试点验证工作 预计今年之内可以开放大批内地用户 体验5.5G服务 在北京这个全国第一个应用了5.5G技术的自动驾驶示范区 包括配送可以实现船程无人化 大幅降低物联网的成本 5.5G的出现 亦都由望推动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发展 5.5G优越的网络性能 为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 提供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持 提升数据传输和处理能力 能够推动技术融合与创新 据华为之前公布 5.5G网络传输能力比现有的5G提升10倍 网络延迟得到毫秒级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新能源汽车近年在内地越来越普及 不过充电时间长 困扰不少的车主 深圳近日开似一个超级充电站 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充电量够多走几百公里 内地今年春运自驾游成为主流 40日内录得67亿人次 国家电网数据就显示 高速公路期间录得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量 按年增长近七成 但不少民众反映 万一电动车没电 随时要等半天才有电再行驶 深圳这个超级充电站就采用了液冷超充技术 声称充电速度比普通充电桩的快10倍 实际体验是怎样 设备商就形容 这一项技术充100度电 只要10分钟 相当于一杯咖啡的时间 电动车就可以续航几百公里 有效解决了车主的一个烦恼 同时我们在这个充电桩 功率越大 我们那个盗声越大 我们采用液冷超充技术 可以有效解决了这个盗应污染的问题 这样我们在繁华区 闹市区这些地方可以搭配 一个普及建设 而江苏省就建立了内地第一个电动汽车 自卫充换电示范区 车主只需要透过指定的应用程式 输入目的地 电池容量等的资料 系统就会提供最经济实惠 最省时间的充电地点 平均充电排队时间 有望大减一半 无线电视机者 陈雪儿报导 有内地旅客说 根团去到南韩旅游的时候 因为拒绝在指定商店买东西 被到游赶下车 五中国驻南韩大使馆 证实收过求助 随着通关便利措施逐步增加 国际航线班次陆续恢复 内地旅客出境游人数持续上升 南韩旅游发展局就公布 今年一月入境的旅客入面 中国游客最多有28万人次 回复至疫情前即是2019年的大约七成 但旅客恢复的同时 包含救命行程的低价团 也都再次出现 近日有内地去南韩的旅行团 就因为团员拒绝强制消费 被导游赶下车 有旅客家属说 旅行团连午饭都没有安排 团员在原地停留几个小时 有人坐在马路边陷 有内地传媒就引述中国驻南韩大使馆说 星期一曾经接获求助 在团圆缴交400元人民币之后 已经继续行程 大使馆星期五在官方社交平台发文 说近期有几个旅行团 被人投诉强迫团员消费 部分人因为不愿意买东西 行程一度中断 当局提醒民众要小心选择 旅行社和旅游产品 小心不合理的低价团 避免因为强制救物 陷入旅游狗分 又呼吁旅客保留证据 回国之后向旅游主管部门投诉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澳门政府提出 打造成掩藝之刀 有娱乐公司就说 澳门欠缺可容纳 3万人以上的户外场地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 要完善举办演唱会的软硬检配套 驻澳门记者邝维文报道 澳门去年举办超过200场演唱会 数量在疫情前的三倍多 仲冠目前六大博企 只有两个身外表演场地 可以容纳过万人 其余最多可以容纳2000至6000人 户外表演又怎样呢 今年一月初 有南韩组合租用筒仔运动场 举行2万人的演唱会 但被市民投诉噪音和风露扰民 对于政府提出要将澳门打造成演艺之刀 有娱乐公司认为 澳门欠缺可容纳3至5万人的户外场地 举办演唱会 当局表示正在找着适合的户外空地 用作临时举办超过2万人的演唱会 澳门政府就说 未来会建立相关工作小组 负责演唱会的审批 场地管理和协调的工作 欧斯迪士专澳本记者方慧敏报道 这件事是中国讲到这里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先看看港股收市的表现 恒生指数报16353点 升123点 总成交超过866亿 而欧洲股市 倫敦富士100指数跌36点 巴黎剑指数升4点 德国股市跌23点 其他消息 科技员举行创科就业博栏 提供超过3000个空缺 吴照片会主题围绕人工智能 超过300间重视机械人 生物科技 绿色科技等企业参加 设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示范 有专人解答问题 求职人士可以即场报名和面试 国际消息 南韩医生工潮持续下 护士今天开始可以代行部分医生职能 南韩医学界大罢工 星期五踏入第18日 保健福祉部说 截至星期三上午11点 全国100间实习医院 合共有超过12200名实习和住院医生辞职血勤 占全国整体实习和住院医生的大概9成2 当局早前已经开始向罢工医生发送通知 提醒他们会被行政处分 并且已经启动惩罚机制 包括钉牌至少3个月等等 不过这些罚则阻吓力有限 医生血勤导致医院当值人手不足的情况越趋严重 政府星期五起调整务视工作 除了判断死亡 拍X光片 代理手术 全身麻醉和开处方药等行为之外 护士在所属医院最高负责人的同意下 可以执行诊疗工作 包括在有急救需要的时候 进行心肺复甦法 有权决定注射急救药物 采集血液样本等等 也可以进行心电图超声波等的工作 护士按工作能力分为三级 较资深的护士可以以写 检查和临床判读委托书 诊断书和手术同意书等的文件 继早前向公立医院撥款26亿韩元 折合超过1541万港元 用于聘请应急医护人员 以解决人手不足问题之后 首议市长吴细芬和市内 18间主要综合医院的负责人开会 宣布额外撥款31亿韩元 折合超过1838万港元 给私家医院增聘应急医护人员 另一方面 警方星期五就网上流传一份 附有南韩医学会会长印章的文件进行调查 文件要求列出未有参与今次罢工的 实习和住院医生名单 医学会反驳说是虚假文件 发言人金秀虎说 从未制作有关文件 会采取一切法律行动追究 无线电视记者 陆子旗报道